有官員堅守自盜 這次是負責查棄走私的基隆關稅局 而涉嫌的是推高機 一個姓劉的司機 還有他的同伙 從去年八月份開始 他就涉嫌利用工作之便 來盜取本來應該要銷毀的走私漁獲 還有中國香菇來轉賣 而在這個月的二十二號 終於東窗事發 從中國走私來台灣的香菇 照理關稅局查核後 應該是要銷毀的 但卻有人把國家倉庫 當成自家禁庫 涉嫌的流性堆高司機 利用植物之便 火同倉管員 把公務車當運贓車 從去年開始 竊取走私漁獲及中國香菇 轉賣得手數十萬 食髓之位 這個月又以同樣手法 偷走倉庫內四百台金走私香菇 那竊取的那個香菇 他就把它藏在那個黑色的塑膠袋裡面 那黑色塑膠袋裡面就是當作垃圾 那平常在我們下班或是什麼時間裡面 我們不在管理的時間裡面 他偷偷的利用這個垃圾把它運出 那他有運到聽說是運到他私人的一個倉庫家裡 那檢查單位要去提領的時候 聽說是已經又被轉換地方 我們事後我們對於這個涉案的管理都跟他調整職務 同時我們對於這個經貨的這個 事後的這個管理跟進出 進出我們要重新再加以檢討 涉嫌的流性堆高司機及兩名同夥被檢調收押偵辦 但堅守自盜的狀況 關稅局恐怕得反省 起尿器嘎報的的漏洞問題 明視新聞陳重瀚 基隆報導